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集影片來介紹 AFK的1.58維護公告 那這次新出的角色是 耀光的英雄 就是大概等了 半年以上吧 才終於又出了一個新的耀光角色 然後其他的內容優化就是要再開放這個團隊遠征了 然後新的祕寶俠灣 起進 主神試煉副本這次更新了那個 輔助的專屬神器 這一次的主神試煉要先打通副本32-60才可以挑戰這個主神試煉 然後通關的關卡新增到40張並且下調了33到36張 部分的敵方陣容 然後35到37張的專屬裝備也下調了 然後優化極力夢境的轉入條件 好其他大概沒有什麼重要的 我們就直接先看到這次的 神器 然後看完神器我們就直接看角色 因為這次並沒有什麼太重大的改動 感覺這次他們放年假放的還挺久的 好神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次新出的輔助神器 叫做 蘭朝之陣 那他的效果就是你在施放必殺技之後 會出現水浪 是很像那個英雄聯盟裡面的納米 就是彈射到友軍之間 或者敵軍身上 那彈射到友軍的時候你就可以回復生命 而且會有10點的急速效果 如果彈射到敵人身上的話 那你就敵人會達150點攻擊力的傷害 並且降低10點的急速 最多可以有3次 就是 3次的觸發這個效果 那這個輔助神器 很明顯的還是比上一個這個好很多啊 上一個這個我真的覺得有點難用 新的這個輔助神器 不論是給 羅萬 女僕 或者雙子都還可以用 這些角色釋放完技能之後就可以給自己的隊友 一定程度的加強 不過有時候 帶號角拿急速的效果 可能會更好啊 好吧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到新角色囉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個新角色的立繪的 就 比較特殊啊 好我們 先來看這個新角色的技能吧 要看這個 艾魯爾德的技能不能先從他的大招看 因為他的2技 會先給他本身一個護盾 所以我們就先看到他的第2招 第2招是他的被動 神機護體 這招會讓艾魯爾德在進場的時候就有一個生命值 150%的護盾 不過副作用就是他被打碎這個護盾之後就會暈眩5秒 而且沒有護盾的情況下 還會受到比較多的傷害 所以單看第2招的話 就是他進場的時候就有一個 比原本血條還要多的血量 不過會有一點副作用 然後我們重新看回他的第1招 他的第1招也是一個深層護盾的技能 那這個深層護盾量比他的被動要多一點 因為他會有260% 生命值的護盾 然後如果你原本的護盾也還在的話 你就會消耗掉那個護盾去打所有敵人 傷害 那我覺得這個傷害應該不會很多啊 再來是他的第3招 第3招就是電定他是一個 輔助的基礎 因為這一招可以讓自己 最靠前的一個友軍 免疫所有傷害 而且還可以清掉大部分的負面效果 第3招還要再配合家具一起再看一下 配合家具的時候第3招首先會作用在自己身上 再來點到加9家具的時候 在你釋放完第1次大招之後 他第3招的 免傷害效果 會讓全場的友軍 同樣都吃到這個免疫傷害的效果 這個技能真的 炸一聽還蠻強的 實際用起來如何就等 之後測試了 最後一招 就是他的輸出技能 這是一個全場的範圍傷害 然後可以打260%的攻擊力 如果你 如果你沒死掉一個友軍 他就會加80%的攻擊力 那最多大概就是打 84320再加260就是 580%的傷害 我是覺得沒有很多啊就最後的頑強一搏看看可不可以收掉剩下的敵人吧 好 最後就是他的專武效果 首先看到專武是有給急速的 急速還蠻好用的 專武點出來之後在戰鬥經過2秒之後 會給 我方前排友軍 一個相當於這個友軍50%最大生命值的一個護盾 點到專30的時候這個護盾就是他100%最大生命值 而且還會給這個友軍 提升40%的攻擊力 其實這個護盾還蠻好配的就 給烏龜他就直接翻倍 然後給科怪 帶門雅瑟 其實都可以啊就是有一個開場護盾 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我們接著來看一下他的實戰畫面好了 先到試煉之地 然後來打 木樁 好你們看到開場就有一個大護盾了 我覺得他攻擊速度有點慢 他放了這個第3招讓前排的友軍有免疫的效果 然後是第4招全場打260%攻擊力的那個 大招就把自己的護盾換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傷害好像還沒有他的第4招來的高 應該是第4招比較高 好我們去挑戰看看守衛吧 這裡配陣 我想上科怪 然後 光盾弱桑跟 試試看暴女吧 這裡專武效果開場會給一個前排的友軍一個大護盾 所以我在前排的科怪又變得更強了 然後其實他有護盾的這個期間 他招式還不太容易被打斷 我覺得我的全傷好硬 基本上我的角色好像都有護盾跟灰血的效果 打到現在我的角色基本上還是全部滿血 好他開大招了 然後他開完大招因為有加劇加9 所以我的全場又會在免疫傷害一段時間 對面怎麼打出這麼多免疫 好像好像好像還不錯 不過我也有一點點懷疑他 越戰推圖的能力啊就是 他如果戰役差距太大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做到這些事 或者他能夠免疫友軍剛剛好他就可以完美的完成越戰的功能 我覺得這隻角色在PVP跟夢境是沒戲啦 除非後面出了新的夢境 那在推圖的話 有可能有用吧 就是看他 會不會死 如果不會死 然後能夠幫助全隊都免控 就有一點吸嘲諷的那種感覺的話 那這隻角色就非常強 好啦那這集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對這個新角色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這邊順便附上那個元宵姐 鑑魚遠征給的一個兌換碼 還沒有兌換的記得去領啊 我是達爾我們下一集再見哦 大家拜拜